您好大叔 咱这个是什么村儿呀 羊羽不村 羊羽不村 咱贵姓啊 我不贵姓孙 姓孙哈 好 姓大叔您好啊 咱这个巧克力之前 在用过这个产品是吧 用过 在这个用在什么作物上啊 苹果上 主要是用在苹果上啊 对对对 感觉用了之后这个效果还是怎么样啊 效果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哈 咱用了之后咱这个叶片感觉怎么样啊 叶片也还好 叶片也挺好的哈 我看咱这边这叶片也挺肥厚的哈 因为它这个哈 对后期它这个促进叶片的一个快速生长 有一个呢一个比较好的光合作用 那咱之前在用的时候 对这个 苹果的果个呀 还有这个表光啊 有什么能够具体表现的一个效果吗 啊 这个表光啊 呃也挺好的 表光也挺好的哈 它上色快不快啊上色 上色 上色 上色还可以 上色挺快的哈 咱这个对 苹果的这个 个头蓬大 嗯 明显吗感觉 蓬大呀 也是围它两边呢 这个效果啊 而且也挺明显 啊为了去年喂了两面哈啊 喂它两面效果挺明显的啊 嗯 当时咱就是直接撒湿的对不对 对啊 嗯 那你像这个整体来说对这个肥料还比较满意的哈 大叔 还比较满意 嗯 那么你像咱这个 呃去年的时候 其实咱这个肥料它可以搭配这个复合肥使用啊 之前用没用在这个底肥上用没用过呀 底肥没用 底肥还没用哈 今年的话可以试一下 嗯 今天呢咱们也可以呢在那个底肥上 搭配这种复合肥啊一块来使用 它对这个提升低弯呀 对来年这个 呃冻害呀有特别好的一个缓解效果 好大叔 嗯 今天可以试一下 好嘞 好不好 那以后这个巧克力以后还用不用啊 呃 还继续用 还继续用啊哈 行好谢谢大叔 希望今年这个苹果大丰盛啊大叔 嗯 好谢谢啊 好嘞 哈哈